攻击电影院 继续拯救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地下十一楼的孙琪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恐怖电影《闪灵》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僻的山顶酒店 男主杰克花了三个半小时车程来到此地面试看守人一职 山顶酒店会在大雪封山时停止于你五个月 看守人的职责是防止在暴风雪期间发生重大损失 杰克非常乐意接受这份清闲的工作 因为他可以在这段期间安静地构思一本新的小说 原来他是一个作家 但是没有稳定收入 良心的经理说出他担忧的地方 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待上五个月 很多人都会患上心理疾病 在1970年的时候 有个叫隔壁老王的看守人就发了疯 拿着斧头杀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然后吞枪自杀 此时妻子Wendy和儿子Danny 正在家里等消息 儿子Danny有一种闪铃的能力 他能预知到杰克会面试成功 并且很快打电话过来 说完杰克就打电话来报喜了 但Danny的闪铃对酒店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他让Danny看到了血红的大姨妈和一对小姐妹 吓死我了 次日一家三口出发前往山顶酒店 妻子Wendy发现他们走的路线 与1846年丹娜聚会的路线非常相似 Danny十分好奇 什么是Danny聚会 杰克耐心的解释道 Danny聚会是美国历史上西部淘金的移民大潮 当时有一群马车时代的脱荒者被暴风雪困在这里 为了生存发生了人吃人事件 妻子Wendy并不希望杰克向孩子传出这么恐怖的信息 Danny却让Wendy不要担心 她在电视上看过这些 所以你们平常不给小孩子看小猪佩奇 竟开始练习的东西啊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一家三口来到了目的地山顶酒店 此时酒店的所有员工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 激励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但他们四处参观 这个酒店始建于1907年 1909年才完工 酒店员只是印第安人的坟场 在修建期间还击退了几次印第安人的袭击 Danny独自一人在游戏室里玩耍 她又看到了那对小姐妹花 厨子老李带Wendy和Danny参观厨房 在粮食储备室里 老李用心灵感应与Danny交流 Danny才发现原来老李也有闪铃的能力 老李在临走前特意警告Danny 千万不要去酒店237房间哟 于是一家三口就这样生活了一个月 Danny每天的生活就是骑着小三轮在酒店兜风 可儿带劲啊 Wendy准备好丰盛的早餐照顾最近精神不佳的杰克 建议他出去散散步 杰克却以写作为由拒绝了 然而杰克其实一点灵感都没有 他想脱根 却又觉得对不起读者 该怎么办呢 你们能理解这种心情吗 杰克只能通过打壁球发泄情绪 Wendy带着Danny来到屋外不远处的迷宫玩耍 而杰克却在屋内的迷宫模型里 看到了Wendy和Danny 今天是星期二 Danny又开始日常的骑小三轮 这一次他在237号房停了下来 好奇心驱使他去打开房间 却发现房间门是锁着的 深夜 杰克仍然在大堂敲打着键盘 Wendy过来关心杰克 告知他马上就有暴风雪 被便秘的杰克破口大骂 他责怪Wendy打断他的思路 是你害我脱根的 杰克的状态越来越差 他看着屋外玩得很开心的母子 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今天是星期六 暴风雪持续快一周了 Wendy用无线电与管理员联系 得知电话线装被暴风雪打断了 只能等春天到了才能维修 管理员小哥建议他 一直打开无线电保持联系 而Danny再次遇到那对小姐妹 这一次 小姐妹主动邀请Danny一起玩 要永远一起玩 Danny恍惚间看到了 他们被杀的情景 吓得捂住了眼睛 然而睁眼的时候 小姐妹已经消失了 今天是星期一 Danny静悄悄地回到房间 看到了世面多天 在床上发呆的杰克 父子俩进行了久违的谈心 虽然工作不顺心 但杰克还是很关心Danny 他希望Danny喜欢这里 并且永远住在这里 那你会伤害我和妈妈吗 谁让你这么说的 你妈逼的 杰克第一时间怀疑Wendy 不是 怎么会呢 我爱你啊儿子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今天是星期二 暴雪依然在肆虐着这个孤独的酒店 Danny在走廊上玩耍 此时有个球溜了过来 连你以为是妈妈Wendy在开玩笑 不断地叫上妈妈的名字 走过去却发现 237号的房竟然开着 他慢慢地走了进去 此时的Wendy正在机房检查设备 他听到了大唐杰克的惨叫 原来杰克做了噩梦 他梦见自己把Wendy和Danny杀了 还把Wendy切成一片片上火锅 你知道吗 麻辣锅可好吃了 Wendy安慰他只是做梦 此时Danny衣衫不整地出现了 Wendy发现Danny脖子上有掐痕 他第一时间怀疑是杰克做的 因为杰克有前科 他曾经为Danny打扰他工作 而伤害了他 杰克百口莫辩 他边走边发脾气 决定不再借酒 他来到了空屋一人的酒吧 希望借酒消愁 于是酒宝出现了 他熟练地叫了酒宝的名字 和他打招呼 酒宝给他一杯烈性威士忌 穷酸的杰克钱包里仅剩几十块 他向酒宝抱怨妻子对他的不解 他爱Danny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可妻子每次都会提起他 曾经伤害过儿子的事 每次都要刺激他 此时Wendy慌张地跑来 告诉杰克237房间里 有个躺在浴缸里的疯女人 Danny脖子上的伤痕 是那个疯女人掐的 杰克觉得Wendy在胡言乱语 他只身一人来到237号房间 疯女人没看到 身材超棒的女人倒是有一个 他忘情地与她接吻 却从镜子上看到了 女人腐烂的身体 此时女人变成了一个老妇人 他不断地狂笑朝杰克逼近 杰克吓得关上门逃走了 回去之后 他心虚地向妻子隐瞒了一切 Wendy无暇顾及其他 只想要离开这里 遭到了杰克的谩骂 他为了生活东奔西走 好不容易有个稳定的工作 让他好好写作 让他好好养家糊口 现在走的话 他只能去当廉价的洗车工 他警告Wendy 不用搞事 摔门走人 此时在家的厨子牢里 突然预知到了 Wendy和Danny有危险 他赶紧联系Wendy 但酒店电话打不通 他让无线电中心联系酒店 开始出发前往山顶酒店 而杰克再次来到酒吧 借酒消愁 此时酒吧歌舞升平 纸醉精迷 杰克完全不觉得奇怪 他向酒报点了一杯一醉放休 想要付钱的时候 得知有人请他喝酒 他高兴地举杯供舞 却不小心碰到了服务员的淡酒 服务员带他去洗手间清洗 谈话间得知 服务员好像叫隔壁老王 杰克愣了一下 想要知道他是否在这里当看守人 服务员否认 杰克继续追问 得知他有个老婆和两个女儿 杰克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你杀了自己的妻女 还多成一片片上火锅对吧 服务员沉默 他警告杰克 Danny正在使用特殊能力 对抗他的意志 杰克听完很生气 原来料儿子都要阻止他留在这里 都是Wendy给惯的 他总是爱手爱脚 服务员建议给他们点严厉的调教 及时纠正他们错误的想法 杰克听完立马行动 他拔掉了无线电装置 破坏了交通工具 Wendy拿着棒球棍防身 他来到大堂 发现了杰克一直在写的小说 内容永远重复着一行字 你觉得我写的怎么样 Wendy幽默 成交逼方 Wendy被杰克的行为吓到六神无主 杰克不断地逼问Wendy 为什么总是不考虑他的职责 他的事业 面对发狂的杰克 Wendy只能一棍把他敲晕了 他把杰克拖进了厨房的储物室 关了起来 无论杰克怎么示弱求饶 Wendy都一直坚持保护儿子的原则 他要带儿子离开这里 可是杰克告诉他 他们所有联系外界的设备 和交通工具破坏了 他们早就与世隔绝了 Wendy不信赶紧跑去确认 此时服务员来敲门了 他告诉杰克 Wendy比他想象中强大很多 希望杰克尽快采取强硬的手段 杰克非常认同 刚刚是他掉以轻心了 那老婆确实很棒 说完服务员就把储藏室的门打开了 Danny的闪铃又预知到了危险 他让Danny用唇膏在门上 写下了奇怪的英文字母 并叫醒了Wendy Wendy从镜子中发现了门上的字 反过来原来是谋杀的意思 此时杰克正在用斧子敲门 Wendy赶紧带着Danny反锁进厕所 开小窗让Danny逃出去 而自己却被窗户卡住了 快跑 走起来 小兔子乖乖 把门打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逃步之后Wendy决定与杰克决一死战 不开不开我不开 哦 是吧 那我就枪拆了 静患的杰克用斧头疯狂破门 Wendy激进崩溃 尚存一点理智的他用刀划伤了杰克的手 此时他们俩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杰克知道厨子老李来了 立马转移目标 拔来送车的厨子老李KO掉了 躲在出口的Danny再次预知到了危险 都不等杰克走过来 果断从屋内跑到了屋外的迷宫 杰克紧随其后 凭着雪地里的脚印寻找Danny 集中深知的Danny决定硬着自己的脚步后退 他躲到了角落里 杰克发现脚印没了 发出了生命的怒吼 Danny沿着脚印往回跑 和在屋内被各种诡异现象吓得半死 而跑到屋外的Wendy会合 他们一起搭乘厨子的雪地车离开了这里 而杰克则被困死在迷宫 冻死了 此时镜头转向酒店的一张黑白照片上 杰克永远留在了纸醉金迷的聚会上 这也许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作为一个文豪 每天喝点小酒 跳跳舞 些些小说 无忧无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由库布里克导演 1980年上映的经典恐怖片 最近看了头号完结的小伙伴 应该对斯皮尔伯格复刻的场景 还原度印象深刻 前面看了或许会有一些疑惑 这部片子提到的西部托胖运动 和印第安人坟场 其实都是在映射酒店当时的时代背景 这也许是一个跟白骨堆出来的 蒙受诅咒的酒店 如果丹尼有闪铃的话 或许他老爸杰克也拥有闪铃的能力 毕竟是遗传嘛 他在梦里梦到了杀了自己的妻儿 也许就是闪铃体现的强烈预感 入不敷出 事业不得志的杰克 在密闭环境中彻底精神崩溃了 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 酒保 服务员 舞会的人 都是杰克意想出来的 他能很快的叫出酒保的名字 是因为名字就是杰克取的 酒是别人请他喝的 是因为那是杰克没钱酗酒的解决办法呀 服务员让他教训老婆孩子 是因为杰克内心就想这么干啊 他需要别人的认同 他意想出来的人物 都绝对服从于他的想法 但电影中还是有个疑问的 闪铃是能够预知危险 但只能依靠人类来实现某些动作 比如丹尼的闪铃 他会让丹尼留下危险信号 但杰克的闪铃 能让杰克创造的服务员给他开门 好像哪里不对呀 服务员那倒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在闪铃力量强调到一定的程度下 这种情况是可以实现的吧 还有237号的女人到底是谁 是代表房间里曾经冤死的女人 还是杰克本身对欲望的追求呢 我还想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吧 最后再说一点吧 黑人厨子真是死得太无辜了呀 但其实他可以从剧情中得知 杰克根本不喜欢这个厨师 他在与服务员对话中称厨师为Nigger 果然恐怖片黑人必死定律 是有历史缘优大 这部片子其实非常有意思 看完后我灵感大发 大手一挥写好了下期的文案 什么事非常有效力呢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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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